大家好,阿Chucha,歡迎收看安博足球快訊 據TeamTop的報導,曼聯將AC米蘭的迪奧赫蘭迪斯 視為左後衛的潛在隱瞞目標 但雖面臨來自巴黎勝入門的競爭 據悉曼聯是否會在1月份簽入另一位左後衛 將取決於他們雙缺球員的恢復情況 就算目前,他們仍然考慮競爭迪奧赫蘭迪斯 但有消息指迪奧赫蘭迪斯每個球季的收入 是大約400萬歐元外加獎金 相當於每週大約有6萬7千英鎊 轉換曼聯或聖日門都將會被他帶來挑戰 報導指聖日門感興趣 這個原因可能是因為文迪斯受傷 古沙華被租借到富行回歸之後 未能獲得比賽機會 而盧卡斯赫蘭迪斯亦被安排在左後衛的位置上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,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在下條影片再見,拜拜!